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关注组 有调查说在香港每六个人 就有一位患上肠耳激纵合症 病症包括有肚痛、便秘、肚痾等等 又有研究说有一半的肠耳激患者 有情绪问题 包括有焦虑症、抑鬱症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压力大引起肠耳激纵合症 究竟是肠胃病还是情绪问题呢 首先我们介绍今天两位的嘉宾 今天有肠胃肝脏科专科斯韻之医生 精神科专科张静平医生 欢迎两位医生 欢迎两位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就是 腸耳激纵合症 每次讲这个激患就很想移动 为什么这么激态呢 施医生可否和我们简单说一下 什么是腸耳激纵合症呢 其实这是功能性的 腸道障碍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容易肚痛 可能又会容易肚萎 或者甚至乎便秘 这类问题的时候 可能检查过 又真的没有其他 身体上发现一些毛病的时候 可能都是肠耳激纵合症 那又是什么原因去引起这么激态呢 有很多原因 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 去导致这个综合症 可能是腸道或者内藏比较敏感一些 或者在腸道的鱼动方面 过快或者过晚 或者有些饮食的问题 或者在腸壁方面 它的障碍有些出现问题 可能是免疫系统 或者在腸道的所谓微生态出现问题 也可能会有的 还有我们现在身兴有一个说法 叫做腸脑族的关系 可能在腸道有些信息 去到脑道的时候 或者我们脑部有一些处理信息方面 有些敏乱的时候 然后加上一些心理因素 可能都会导致腸液激综合症 稍后时间就要请教一下张医生 那我们说到这个腸液激综合症 因为有些调查就说 其实现在在香港 每六个香港人 就已经有一个是有的了 听到我觉得数字也挺夸张 是什么因素 是什么都市原因 正如刚才所说的 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去引试这个毛病 主要我们的毛病都分开有几种 可能是腸液激综合症的便秘型 或者是腸液激综合症的肚窝型 或者一些混合型 视乎他们的病征上 有哪个几类的病征会多一点 要留意女士可能会多一点 为什么 女士比男士可能是1.3%比一个男士 有些人就说 可能是女性荷尔蒙的关系 尤其是我们有些周期性的 荷尔蒙转变的时候 有些女士都会容易在 旌旗的时候 多些这些腸胃的问题 也不一定的 原来那些都可以归纳 在这个腸液激那里 都可以算是 轮到我和张医生聊天 有研究说超过一半腸液激的患者 情绪都会有问题 例如有焦虑症或抑鬱症 是否有情绪会引起腸液激 还是是腸液激令情绪会恶化 我们去看腸液激和情绪病 其实的关系都挺复杂 他们有很强的连续 我们看看外国文献 其实有一个研究指出 有腸液激的患者 其实他们有多三倍的机会 是会有些情绪的困扰 无论是抑鬱症也好 或者焦虑症也好 也有另一个研究 他也看回抑鬱症的病人 他们是会有两倍的机会 有些长度的问题 当然就包括了 一些腸液激的症状 所以两者的关联 其实都挺大的 在2021年 其实有一个研究 他就看回一些基因 看回腸液激那边的基因 他们发现其实有四组的基因 其实都是跟这个情绪 就是一方面跟腸液激有关系 而另一方面 都是跟这个情绪的困扰 是有一个连续在 所以我们去看回这两个病的时候 与其我们去看 就是可能一个病 搞到另一个病 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 可能会全面这样去想 其实就是他们背后 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才导致两个病 会共同一起出现 那有什么共同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 当然刚才有师医生说 有一些可能是情绪的困扰 外在的压力 这些其实都有机会 导致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 腸液激的症状的出现 刚才说的基因的影响 其实都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腸液激有没有 早期少许有些不同的症状 可能严重一点 又会有不同的症状 我想一般都会 有人都试过 可能有时要临入考试的时候 或者明天要面试的时候 可能又会紧张一点 容易点急着要找洗手间 这类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但是可能偶然为之 就未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当这个情况 都重复发生的时候 可能就要值得大家去注意 曾经有个病人来看 就是他住东涌 他要上班 就在九龙城那边 途中你都知道 可能要搭很多车 或者要搭一个很长程的地铁 那途中他都已经立刻要想定 究竟哪一个站会有洗手间 他就可以中途下车 去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情况 都比较困扰 也影响他上班 或者他的生活质素 甚至乎有些病人 我见过是不敢出街 不敢搭长途车去旅行 不敢搭飞机 又或者严重起来 可能要用这个尿片出街 都试过 所以当这些情况 如果出现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要去找医生看看 这些真的很影响日常生活 张医生你有见过一些 比较严重的个案 我自己在临床上 见到比较多的 那些肠义机的症状 通常就是腹射型 或者是肚痛型 这两类会比较多一点 会来看我们 因为相对地 其实对他们的日常生活 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好像私生那样说 譬如腹射型那些 他们因为经常害怕 在出去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 比较尴尬的情景 所以他们会很害怕出街 有些个案 他们可能出街之前 他们要在厕所 要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让他们真的安心 他们才能出街 有些严重一点 他们真的怕了出街 怕了一些社交的场合 怕了搭一些交通工具 令到他们变相 少了很多社交的活动 肚痛类型那些 通常就是一些 比较紧张的场合 例如考试 或者要演讲 或者是一些 参加一些 可能比较大型的活动 当然 当他们肚痛的时候 又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 我试过有个病人 他真的在考试之前 他的肚痛是痛到 他真的要进医院 去做检查 没办法 因为痛到他受不了 然后当然 他一例就是要延迟了考试 第二就是他再补考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的状态 其实也有一个影响 他也继续很担心自己 可能考试之前 又出现这些情况 他的担心会影响到他的表现 听你这么说 这些病患者 出现的症状都挺平常的 紧张就会肚痛到厕所 我接下来各两天的考试 我如知我都十拿九分 是会肚痛了 那我可否试试 譬如是止痛药 或者是止蛾药 止射药 这些有没有作用的呢 本身因为一个功能 本身腸耳机其实是功能的 功能性的一个问题 或者一个障碍 就算他们吃止痛药 其实都未必可以解决 他们这些腸胃的不息 反而通常这个 我们给他们的建议 就是他们要如何控制好 那个紧张的情绪 控制好他们本身自身的压力 他们如果压力那边 可以控制得好一点点的时候 那就有机会减少 他们这些腸耳机的症状 出现的情况 就是心理上的控制条件 是比较重要的 但那又是另一个 很大的学问 通常这些我会教一些学生 例如去比赛 是 教他们呼吸 四下吸气、六下呼气 多做几次 其实作用是让他们 哭着去做那个呼吸 忘记了那个原因 是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不觉了 快点去比赛吧 那就没事了 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腸壮真的有很多问题 例如是大腸的食欲 我家宝去了採访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传统上次 除大腸食欲需要开刀 很多人因此而却步 但是如果不用在肚皮开刀 还可以做到无痛不流行的话 大家有没有考虑呢 近年大家对大腸食欲的问题 关注多了 亦有些创伤性低的新治疗方法 在了解治疗之前 想知道大腸食欲是怎样形成的 大腸食欲一般来说 都是后天生出来的 有一大部分的成因 是同它本身的基因 第二部分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 而形成的 首先我们的食欲 如果你看到这个模型 你看到 其实也有分小 中和大 小的食欲 就是说我们 腸的墙壁里面 其实有五层 最绿的那一层 我们叫做黏膜 小的 连然都是黏膜层的食欲 中这些可能已经开始 橫成长了 有机会 渗透到黏膜下层 而大的 你看到这里 好像整个腸的墙壁 都被它占有了和深入了 这些就有机会有恶性的变异 如果是腸里面的食欲 是不是一定要照腸的才会发现到 没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食欲是没有症状的 尤其是最初那个阶段 它成长出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不会出血 它不会造成疯磋 也不会造成任何病发性 例如左膝等等 传统我们有食欲的时候 如果它是良性 都可以耐规镜去折走 但是如果是一个恶性的食欲 我们就要透过微創手术 去将那一节的长度 就切除 这个多烟的风险 就是涉及一些麻醉 全身麻醉 以及手术的伤口 以及切除长度的时候 有一个接驳的风险 新的技术 尤其是针对比较早期的 食欲有肿瘤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ESD技术去折走 这就没有这些微创伤口 做完技术之后 有些情况是即日都可以走 有些情况是观察一至两天 确保没有并发症就出得愿意了 ESD是怎样做到 不用开刀 毛痛又没有发症的? ESD是代表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意思是在内窥镜的技术 将膜下层分离 为什么可以无痛和没有伤口呢? 因为技术是内窥镜做的 意思是像你做腸镜 做围镜的麻醉当然是很浅的 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技术的仪器 就能够在内窥镜里引入病理 做一个解剖 首先我们的步骤 比如像这个图 我们就会清楚 用一个ESD的技术 标签病理的边界 然后我们就会在膜下层 注射这些解剖药水 当我们清楚了解整个病理 我们就用一个ESD的刀 可以看到这个ESD的刀 其实很小的 好像有一个牙签 这个仪器可以引出一把ESD的刀 在头上 医生就可以在内窥镜里 将这个引入 透过我们认出的边界 做一个切除素 我们就会在疼疼骨 将病理解剖 以及将它的黏膜下层分离 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一个例子 你看到中间红色 还有一个肉肉底色的病理 一个早期的腸癌 你看到已经注射了ESD药水 有一把右的刀 引入了进去 将这个早期的腸癌 慢慢由这个膜下层分离 整个做完之后 你看到开始用钉子 将这个伤口预合了 这些钉子实际上有几大粒 这些钉子就像我们面前 都是很小的内规镜仪器 钉头大概是两个毫米 它夹起的时候就比1个毫米 所以就有助 如果我们的解剖之后 那个伤口比较大 我们就将两边黏膜的伤口 就拉起的时候 它传遇的时间就快了 变成病人就可以快点吃东西 快点出院 当黏膜预合之后 就会将钉子推开 钉子就会自然排出体外 要用的时间就不等 有些人可能早上三个月 迟到八、九个月 还能看到钉子也不定 那钉子在身体里 其实能否感觉到 很多病人都会很担心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钉子在身体里 是没有任何反应或副作用的 甚至可以去过关 所以这个技术的中文是叫 Motley 就是它那个粘膜 Motley出来排走 没错 明白了,谢谢陈医生 谢谢佳寶